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了于士林 阿周的作客 阿周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还是要首先关注到今天的重头戏 比亚迪跟特斯拉两支股份当中的关系 是不是有机会要易主了呢 这两大霸主现在又用数据来说话了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比亚迪 它是受惠于新能源汽车销量是持续造好 预期第三季度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5.46亿至115.46亿元人民币 按年是升67%到102% 今年首三季的预期净利润 是为205亿至225亿 按年升要120%至141%这么一个程度 看到是一个强者横强的一种数据 如果说它的这一次的 第三季度的净利润要突破百亿的话 就代表着比亚迪是一天赚一个亿 真的很厉害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也在想看到它这么一个亮丽的表现 好像之前说到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 包括巴菲特的不断的一些减持的动作 包括欧洲方面的一些反行销的一些活动 好像对于比亚迪本身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知不知道长期来看好呢 我觉得比亚迪是应该长期看好的 就像就是一如既往的 大家对它的一个本身业务的一个 垂直一体化的一个优势 它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销量的一个绝对的连先的一个地位 我觉得从电动车或者应该说从传统原油汽车到电动车 这个一个切换的过程中呢 它是妥妥的一个受益者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相对就是国内这些新能源车企来说呢 它的一个出口量也是巨大的 这个用一个出口量的一个数据 其实也是可以说明 它的一个产品力跟品牌也获得 就是除了中国以外市场的一个验客 第三就是说随着这个销量的规模 还有它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规模 不断的提升的情况下呢 它的一个规模效应底下呢 它的一个边际成本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特别就是之前说的 这个U8 U9的一个系列的一个高端的 这个SUV跟奥奥奥奥的跑车 面试以后呢 其实它的产品矩阵跟这个产品的一个结构也越来越健康 从这一点来看呢 规模化在身上产品的一个高端化呢 对它往后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提升呢 就是有一定提升市场信心的动力了 其实我们今天在看比亚迪呢 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 大家是关注的是比亚迪跟特斯拉的对比啊 那具体哪种这个车厂它更有竞争力 前景更好 我们要先看一看特斯拉方面的情况 再将两者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看美国方面特斯拉呢 也是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三 美股收拾之后呢 来进行发布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表现 那么根据市场的月初方面 特斯拉方面的表示说呢 上级的交付量呢 其实是差过市场的预期的 那么再加上这个价格战持续呢 市场预期季度盈利只会有25亿美元 按年倒退两成二 收入呢 按年会升一成二 至超过240亿美元 增速叫第二季呢 会显著放慢35个百分点 其实你要看季度的盈利 目前看特斯拉方面 还是比比亚迪要高的 但是问题又出在 其实比亚迪这个增长趋势 更加迅猛 而特斯拉方面 现在是呈现出一个 按年倒退的一个格局 所以会给大家一种冲击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去的话 可能用不了多久 比亚迪就有机会 跑赢到特斯拉前面了 那么针对特斯拉方面 交出了这份这个盈利方面的预测 不知道阿周 您从中会得到一些什么 那些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讯息呢 我觉得就是从特斯拉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他们对下一季的一个指引 其实这都是名牌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特斯拉各种各样 就是供应链也好 或者是借格站也好 就是对它的一个 近利润的一个影响 可是其实这个 从电动车发展 或者这个新能源发展 我们一开始的初心 就是为什么给高估值的初心呢 是没有违背的 为什么呢 其实新能源汽车并不是说 是追求一个单车毛利 其实它更应该追求的 就是说这个流量的导入 就是买了车以后 通过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后续可能就是跟生活的一切的消费 或者甚至是一个健康运动 或者一些个人的 一个其他周边的保险 那些消费连接起来 一个变现的一个效果 所以从甚至可能近一点的 可能就是说这个自动介绍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单车毛利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这个指引 然后如果我们是不是要自作于 比亚迪跟Tesla的一个单车毛利的比较呢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市场新鲜已经知道 这随着比亚迪的一个规模化 不断的提升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出现这个交叉点的 就是这个比亚迪的盈利能力 比Tesla还要高 可是问题是从这个自动介绍 或者后续在远见方面的拓展呢 可能比亚迪相对来说就弱一些了 如果我们把单车毛利 跟往后这些TMT相关的 一个高频的一个消费拆分开的话 可能Tesla它因那一个部分 所应该得到的估值 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这两个车企 虽然经常把它放在一起比较 但是这个玩法 它们两个人的打法 真的是非常的不同 其实我们看到 Tesla它现在的一个主力 就是两款车型 一个是Model 3 一个是Model Y 这两款车型其实就可以保证 它在第三季的时候 有超过40万辆的这么一个交付量 而且它的毛利还可以维持在18% 这么一个水平 但是你要看Tesla的话 它的自由品牌都有28款车型 再加上它跟奔驰有三个合作的车款 再加上它有一个高端的仰望系列 30多种车款一起投入到市场当中 确实给大家很多的选择 但好像就是说这是个车款多了以后 选择多了以后 感觉是不是这个专业性 好像又不如这个Tesla 有一些在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又有一些嘀咕了 那您怎么来看两种完全不懂的打法呢 我觉得在这两种打法呢 一开始在电动车刚腰开始 就是做一些落地的时候 可能单一车型或者品类比较少呢 我觉得企业的形象更加鲜明 是有优势了 可是发展到一个产业的中期或者后期呢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多品牌 更多车型的策略 相对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说比亚迪比特斯拉有优势 反观就是特斯拉往后 也需要出更多的车型出来 满足不同的消费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单一车型呢 对于一个成本的控制啊 就是零部件的采购呢 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是基于特斯拉 他就是一开始刚起家做车的时候 他是没有做车型一个基础的 那相对来说比亚迪就不一样 就是其实而且呢 在近这三几年呢 其实大部分的国内车厂呢 都是要做这个 其实供应链跟零部件的一个 在一体化 就是所有的零件都通用的 对 不需要就是说不同的车款 跟不同 其实就是一些就是内设 跟车的一个设计的样子的改变 其实里面一些主要的零部件 一些设计基本上是通用的 所以是基于这个原因底下 其实现在都做不同类型的 一个多品牌或者多车型 其实的成本反而没有以前高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从一个中长线的一个 长跑者的一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车型的一个丰富 我觉得还是必须的 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 这个富援广大 或者就是说就是消费结构 也不一样的一个国家 就是很好来做一些 价格歧视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 就是比较多车型的 是 这是一个在不同市场的 一个产品策略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那另外一个 其实就像刚才阿州也提到 就是一个发展策略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现在比亚迪跟特斯拉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路 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一次我看比亚迪 他们的指引也提到说 目前是受贿于持续扩大的 一个规模优势 另外就是一个强大的产业链 当中带来一个成本的控制能力 而这一块可能是特斯拉相不具备的 而您也提到 特斯拉可能更多的是 着眼在未来TMT当中 那些软件领域 未来的一个协同效应上 可能在自动驾驶方面 或者是汽车的整个软件生态方面 这一块是特斯拉比较有优势 而比亚迪方面目前还不具备的 但是照这样的一个趋势 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市场资金 毕竟可能还是要看真金白银 哪家企业能赚钱 哪家企业盈利前景更广阔 目前来看 比亚迪的这种策略 在这个车的毛利率方面 似乎是要迎头赶上的一个感觉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资金流的趋势上 大家会更青睐于说 通过硬件方面的 这个成本方面的控制能力 比较强的比亚迪 有机会能够吸引到市场 更多的资金青睐 还是说未来要看得更长远一点 你的软件技术 你的自动驾驶 等到这一些展现出 价格成本的优势 跟这个产品性能优势 更加明显的时候 那特斯拉这一块 会更加受到这个资金追捧 您觉得这两种发展趋势方向上 市场会更青睐哪一种 我们先说一些以往 以往来说 大家都是把高股指 就是比较资金青睐的 放在TMT方面 因为大家看到 往后的一个 就是画饼 这个规模很大 是吧 然后就是经过了 两年的一个洗礼以后 大家就回归 相对来说理性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阶段 我主要还是觉得 就是看这个资金的属性 是吧 那如果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的机构统治者的话 我觉得它是需要兼备盈利的话 比亚迪可能会更吸引一些 只不过比亚迪所在的港股市场也好 A股市场也好 就是对一些比较大的外资机构来说 它们的一个 就是从近期的流动性来考虑 或者地缘政治的考虑也好 它们的磁窗 可能就是不敢太过激进 我并不是说比亚迪不好 只不过是说 整个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 也自爱了它们对比亚迪的建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相对来说 Telstra它还是有它的吸引力 相对来说 就是说即使它的盈利规模 没有比亚迪的一个增速那么快 然后可是后续 它有机会有其他的一个产品出台 产品力出台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你要就是 就是明白 就是如果港股的一个市场 它的估值是这样 然后美股的市场是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投资者会把它区分开 第一 两者兼备 第二 并不应该是排斥 特斯拉 因为它所在的市场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高估值的市场 而且这就感觉好像比亚迪 更加像是一只纯种的工业股 我就看到生产车的毛利率 而这个特斯拉方面 会具备一些科网概念 它有一些人工智能 一些软件概念在里面 那它相对的估值水平肯定会不一样了 而且在国内也好 其实比亚迪也有它的一个追赶者 是吧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特斯拉 一个单一的竞争对手 也像就是广气的IIN 其实也卖得很好 是吧 所以它其实前面有一个 就是TMT方面的一个高估值的 同业龙头 然后后面其实有很多追赶 所以往后价格战出现的时候 不一定比亚迪能够继续 有这样的一个盈利状况 您刚刚说到追赶的问题 我想到比亚迪总裁王川夫 他就说过 现在这个电动车行业 其实是进入到一个淘汰赛的阶段了 他说在未来三到五年的 这么一个阶段当中 可能就有人会要掉队 所以这是一个洗牌的一个 现在一个局面了 那我就在想 其实比亚迪后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国内的 电动车的品牌 以他作为标杆 想要去追赶 想要去竞争 而他可能把目光 已经放在了国际上面 像跟Tesla的这样的一些标杆 他要去进行一个竞争 那你觉得是 他在国内的这些品牌当中 会不会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他的这个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而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群体赛跑当中 谁会最有可能先掉队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从国内的一个产品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品来说 比亚迪是做得好 可是在做一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 我们就是把U8 U9 这些就是仰望系列的先撇出 就是以往他做的那种 就是汽车保姆车之类的家庭 用车这一类 其实他并不是做得最好 只不过是相对来说 他的CP值最高 是吧 所以在后面 就是说理想汽车 未来 小鹏都是一些有力的竞争者 所以从这一块来说 我觉得就是看单品了 就是如果整体的规模 它还是一个节节领先 可是在一些分支的一个渠道 可能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我们版面上看到 这几家公司 我觉得比较容易掉队 就是未来 因为毕竟就是这个 单车价格是比较高的 第二就是说 相对的一个产品利益 或者一个 因为它的车型也相对不少 相对于就是小鹏 还理想来说 可是它的销量 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单一车型的销量 并不高的一个情况下 毛利率可能还是 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它是有机会优先掉队的 明白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之前两周之前 当时嘉宾欠股 就给我们推荐的一支个股 其实正正就是比较低 当时建议大家 233块钱附近 可以考虑吸纳 只是在214块6 目标价是看到 280的一个水平 经过两周的时间 其实你要按今天的最高价 见到260以上的水位来看 其实已经有10%的一个升幅了 当然距离我们的目标价 280还有一定的水位 那么在现阶段 想问一下阿周 对于比亚迪的部署策略 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建议呢 我觉得可以部分获利 原因就是说 参考现在的一个试换 就是因为毕竟 跟两周前的一个区别 就是出现了尾巴冲突 是吧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市场 就应该有一定的discount 何况在赚钱的一个效应底下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今天比亚迪的一个图表 它是有一个掠口掠空的 我觉得一旦出现这种掠口掠空 当天又有钱赚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是先行获利一个部分 其实您刚刚在说到这个行业的时候 您说到了 不要追求这个单车毛利 而要注重这个流量的导入 这个让我看到 现在好像整个行业当中 大家好像现在更加关注这个销量 而不是大家的现在一个毛利 就是恨不得有一些企业 他们现在都是赔本赚吆喝 就是想要有很多很多人 来给我支撑了 现在这个流量的这个数据 而不是看我现在能赚多少钱呢 想问一下这个企业当中 如何来去平衡现阶段的销量 与利润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争取这个流量的目标 其实就是获客 那你获得了他作为你的客人以后 如果他觉得产品好的 他以后才有机会复购 而且他作为你的客人以后 你才可以拿到他的数据 所以从这个角度 就是不一定是单车毛利 是一个唯一的指标 其实相对来说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离型的投资者的话 当然是希望单车毛利做得不错 单车盈利是吧 可是他们的一个融资机构 或者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那些投资者 并不是在乎单车毛利 如果单车毛利的话 他就要去投传统车窗 相反来说 大家就要看往后他的估值 往后估值上来了以后 那些大的投资者才能够在市场变现 所以这是一个 并不是普通投资者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 最近新能源车 还有些什么动态消息 首先内地的威马 大家最近有看到的传言 就是说董事长省辉 行踪成迷 被怀疑是捐款跑路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你现在新能源车 能不能挣钱 可能会关系到 你老板会不要跑路的 这样一个原因指标之一 另外领跑汽车 公布了第三季度业绩 我们之前可能前两天 也会有关注到 就是这一次 是应战亏损是9.86亿 按年收窄两成六 经调整净亏损 还是有7.89亿 但是收窄了31% 领跑还没有赚钱 但是趋势向好 亏损在收窄 那么针对这样的车企 您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些想象空间在里面 我觉得是有的 特别像领跑这一种 刚才你提到威马汽车 或者其他一些电动车的公司的一个困境 或者他们怎么跑路 关闭之类的 其实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是吧 就是行业建议用了洗牌 其实往后潜在的供应会被限制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像领跑这一类 其实他们的一个整个产业链方面 就是说领跑机车是有能力把一个造车的一个工厂向外100%输出 就是说假如一个东南亚国家 它需要建一个这样的车厂的话 领跑完全可以做一样的导师 把他们的一个工艺流程 整车主机是怎么样做的都可以输出 像这类公司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跟规模优势 而且一个潜在的收入 就是说到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 开闯建闯 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收入来源的 明白 好的 非常感谢阿周在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汽车股方面的一个详细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也先进行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 继续回来跟阿周聊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